如果有一個功能的功能給他資料 最簡單不外乎就是這個 給他一個什麼呢? TOS 因為他非常簡單 將來你將來要TOS 什麼出來之後 你就很快告訴使用者 一個簡單的訊息 停留三秒 要不然一下子也可以一秒鐘就好了 另外 以後你們在debug的時候 假如說你要debug的時候 你不知道實在那個變數裡面 你不知道到底是放什麼東西對不對 當然有很多方法,你可以輸出到那個log裡面 不過有時候log說真的,你要去找那個log有時候很麻煩 所以我自己偷懶的方法 比如說把那個紙給tost出來,看一下不就OK了 或者是說有一些什麼seql語法,不知道到底有沒有錯 我就把它tost出來,然後來check一下 可不可以,可以很簡單,因為這個太簡單了 所以有時候寫程式就偷懶一下 所以tost不是只有給使用者訊息,你debug的時候也可以這樣用 當然每個人的寫作風格都不太一樣,我是很喜歡用tost 來tost一些東西出來,OK 那第二個是說,當然如果tost太簡單了 你如果希望怎麼樣,讓使用者有選擇權的話 按結束的時候,它這邊要出現什麼 這個就叫alern dialog alern dialog是有點像跳出一個視窗,小視窗在上面 而且其實這個lern dialog做複雜一點的話 甚至可以在上面再放一個adtest 可以再把一個adtest 可以再讓人家再做一次輸入 比如說check密碼,或者輸入此類 可以輸入也可以放一個testview上去都沒有問題 可以做得很複雜 那它的結構基本上是這樣 它一定是在什麼呢 在我們這個equivity上方跳出來 而且它是跳出來,它不像tost是黏在上面 它是跳出一個視窗 那它本身的結構一定是什麼 一定會有一個title 這個是它的title 這個是它的訊息 就是一個message 然後有兩個button 當然最多它可以放幾個button呢 最多可以放三個button 一個是左邊,一個右邊,一個中間 那我們這邊放兩個 一個叫positive button 披開頭啦 set button 然後它這個是positive 然後右邊的這個叫negative negative就是 等於是英文意思應該就是不要的 就是相反的啦 就是不要捨棄的意思 那positive是要去做的意思 就是一個確定,一個否定的意思 那不過我講過了 在2.0的位置是這樣 可是在4.0剛好顛倒過來 不要覺得很奇怪 那這個怎麼做出來 首先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個做法非常簡單 首先的話我這邊是 宣告成一個匿名物件 new一個什麼呢 new一個earn dialogue 特別重要 它是一個earn dialogue.builder 後面的話呢 特別重要 它的名稱恐怕稍微記一下 特別注意就是 就是我們在這裡面 new一個之後 程式碼 大概原來是這樣 原來我從頭來看過 它的結構一定是 new一個earn dialogue 就是你就是新增一個 這邊一個 unclick事件之後的話 new一個 然後後面的話 點一下 後面記得要加一個builder builder出來 然後呢 裡面要放什麼呢 裡面要放一個context 不過因為它跟toaster不一樣 toaster是浮在那個 activity上面 那這個lnw 這個lnw 是跳出一個視窗出來 所以你不能用get application context 你必須要指定一個什麼呢 指定一個 我們現在的activity的這個名稱 我們現在的activity名稱叫什麼 這個有沒有 這個名稱 請你怎樣把它Ctrl C一下 然後呢 再到底下 特別重要一定要告訴他說 你的activity在哪裡 我的activity是這個 哪一個名稱 你一定要給它一個名稱 點 後面加一個list 就是這一個 點list 這個地方的話呢 一定要打上去 那理論上 我們可以用匿名物件的方式 來使用這個 或者是說呢 你不用匿名物件的方式來做 我不知道各位 java部分有沒有學到那個匿名物件 沒有 這個所謂匿名物件就是你只 大部分只使用一次 就不再使用的話 那你就不用給他名稱 那叫匿名物件 那一般的宣告是這樣 一般的宣告是假設我今天 我用正常的做一次 跟匿名物件做一次好了 首先的話第一個 這個dialog builder 他要產生一個新的 所以我們這邊給他一個名稱叫A好了 等於什麼呢 等於new一個 所以呢 我這個new的意思就是說呢 我產生一個新的物件 物件的名稱叫A 那 Arendale builder 它是一個類別 它實體化之後變成一個A 是一個物件 對不對 所以最後的話呢 這邊給他一個結束符號 分號 那後面要做什麼呢 就利用這個A這個實體 有沒有 這個A這個實體的話 要做什麼 它A點set 因為我需要幾個啦 包含就是從上到下 title message 兩個button 最後秀出來 所以會有四個 最後在秀 四個東西 所以記得 set title 所以你打一個set t set title set title 就出來有沒有 那title名稱就給他 這個東西 自己就等下再看一下 然後呢再來A 點什麼呢 set message 所以打一個set 什麼 set m 就會出來 set message 然後裡面的話 我們剛剛的訊息把它打上去 再來的話 就是 set message 再來就是 set button 因為我要增加一個Button 上去 那set button的話 Button名稱的話 它的名 這點set set 那個第一個 第一個Button set positiveButton P開頭的 所以你就記得 set p 有沒有 P就出來了 set positiveButton 然後裡面要傳什麼呢 傳 tester 第一個就是 你需要給他自 所以 確定 你就打一個確定就可以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 選 Enter一下 然後自的話就是打確定 後面的話呢 打一個listen 那listen就是說 你要不要按下按鈕之後做什麼事情 那我們剛剛那個確定的時候就是怎麼樣 確定的時候就是 結束了 所以 這裡面要寫 不過暫時先不要寫 因為這個寫的動 裡面要加一個listen 比較複雜 我們先打一個no 然後後面的話 給他結束掉 我們先件好了 然後 A點 再來什麼呢 set什麼呢 set n n n 就是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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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步驟 包含就是說 第一個 你要先把他 建立起來 他叫 agrandialogue.builder 那我們給他一個物件名稱叫A 那要傳給他什麼呢 特別是這個 activity的 他的名稱.less 要傳給他 我們現在 activity的名稱.less 然後呢 title message 跟 passed button 跟nected button 然後最後秀出來 OK 第一步驟 其實不算太好記 不過其實你用理解就OK 因為剛剛我們基本上 放上去的東西 基本上就是這些 所以 比對一下 這個東西 基本上 這個東西裡面的話 就是 有沒有 所以請你把 什麼呢 把 這個 確定視窗 這個其實就打在哪裡 打在title 那 message就是是否結束 對 然後確定的話 就是打在這裡 取消的話呢 就打在這裡 OK 有沒有 啊 只是說我們按一下 確定的功能還沒寫 那要怎麼寫 我想階段性來做好了 你現在這樣 弄起來之後 就可以看到 這個畫面 但是你按確定 也是沒有結束 可是要怎麼結束 這第一個步驟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一般 你們在書上看到的 他不是這樣寫 有可能會這樣寫 這個就是 所謂的一般性的宣告 宣告成一個 物件的標準寫法 但是 大部分都會寫 所謂的匿名物件 的寫法 那什麼叫匿名物件的寫法 我等一下再來做說明 OK 也非常 經常看到 因為很多 即便你現在Google出來 可能 人家用那個什麼 你們Google一下 這個 AlanDialog 你會看到很多人 就是寫成匿名物件 那你可能 老師你教的怎麼跟他不一樣 那 當然你要看得懂 你不要說 這個不一樣 你就糟糕了 這不知道為什麼 人家這樣寫 可以那樣寫 原因在哪裡 這個等一下再來看 OK 請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OK 請